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新冷战 刚才在聊天室呢已经看到有网友 我们现在叫观察员 不过观察员有点说的有点拗口 总之呢就是看到有留言 说到习近平和川普 说他们是不是因爱生恨 那刚巧呢 BBC就在讨论说美中新冷战的四大战场 那美中新冷战的四大战场 我们来看看哪四大战场啊 首先一个战场就是香港 第二个战场就是华为 第三个战场是病毒溯源 第四个战场呢是航班付飞啊 那香港呢当然就是国安法了 一个呢就是在国安法刚刚推出 还没有表决的时候呢 就有蓬佩奥单独发表了声明 接下来呢英美加澳呢 也是联合发表声明说 国安法呢在威胁香港人的自由 在削弱中英联合声明 而且呢和基本法呢也有伪 那么这就是一个地缘政治和人权交织的问题 第二个战场华为的争端 华为争端呢远的就不说了 近的呢一个是15号 5月15号美国对华为实行了一个新的限制措施 那就是厂商如果要卖给华为 包含美国技术的半导体芯片 或者美国设计的半导体芯片 必须要有出口许可证 那这个措施呢也包括在美的以外的厂家 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最近的就是 5月27号加拿大卑诗省对孟晚舟的 这个审理的最后的这个最后的判决呢 就是说符合双重犯罪 当然说的是金融欺诈 那么这个判决呢就意味着引渡案呢 即将还要继续 那么华为战场呢也是已经很久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33个企业机构 列入黑名单的事情 那这就是第二个战场 第三个战场呢病毒溯源的问题呢 也是有三四五三个月了吧 从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呢 就是赵立坚的推特说美军带毒呢 接下来呢也就不说了 蓬佩奥呢又说有大量证据表明 来自实验室 那么也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 这个呢多半是口水战吧 还有伴随着这些追责呀调查呀 以及对世卫组织的指责等等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航班复飞呢 航班复飞这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事情 就是中国民航局3月29号开始实行了 那个五个一政策 就是一家航空公司 在一个国家保留一条航线 一周呢一次航班 这样呢就限制了一个总量 然后呢是双方都在互相指责 对方在为复航制造困难 这里面也出现了天价机票 还有无限次取消航班的事情 我也听过一个朋友来转述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朋友呢 从美国要返回中国 他是非常非常的急需要回去 然后他为了能够好歹要保证飞一班吧 他就买了好几张机票 那每张机票呢都是两三万这样子的 两三万人民币这样的情况 那有一次呢他都终于其中一张机票 告诉他可以飞他都到了机场了 以为终于能够飞了 结果还是通知航班取消 那按照我现在的消息就是 这位人士呢还没有回到中国 这就是造成的具体人的困境 那这是说了四个战场 那么我们也终于看到 不是终于啊 我们也接着看到了第五个话题 第五个话题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呢 在讨论的这个美国现在骚乱的情况 那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呢 他就点了四个国家的名字 这四个国家呢就是中国 俄罗斯 金巴布韦和伊朗 那其中呢首先点到的就是中国 为什么点这几个国家呢 就是这几个国家呢 是因为弗洛伊德的死和随后的 这种暴力示威的活动呢 所以呢就于是把美国描写的一团漆黑 当然这个描写里面呢 也包括了大流行 包括了经济问题 包括了失业问题 奥布莱恩呢就说说和平抗议 仍然是美国民主原则的基石 美国不像独裁国家那样 警察经常逮捕 甚至是非暴力的反政府示威者 他还说呢对美国进行诽谤的其他国家 是不会占到我们便宜的 我们与和平抗议者站在一起 我们希望和平抗议者 能够向他们的国家请愿 这个回答呢又把这个问题呢 抛回了第一个战场 总之呢这几个战场 虽然这么说吧 几个战场之间也不是敬畏分明的 然后这个文章呢写的是说 戴引号的新冷战 那我觉得暂时可能还没有达到 冷战的级别 最多是叫做对峙吧 或者是还是口水战 或者有点拳脚挑逗 那么冷战呢其实怎么说呢 是不是真的会回到这个情况呢 各方人士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历史一定是会有相似性的 但是也不可能是机械性的重复 那人们呢 人在未来的事件中呢 也总会到历史里面去寻找经验 那我不知道刚刚讨论的 非常的充分 非常的激烈在前面的话题 那对现在的话题 大家是不是还有经历 再继续讨论 我们下车的讨论